第一个进场的管乐团队 他们当多是由国中部的同学所组成 也是今年度国庆行进管乐队伍中 年纪最小的演出者 舞台上为我们揭幕带来第一支舞蹈的团体 是被尊称为台湾街舞持组的黑潮舞团 黑潮舞团成立于民国七十三年 由江明亮所创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侧卖力的年轻学子们 特别排出双十字队形 加上管乐的吹奏配乐 活泼动感的队形编排 展现台湾热情的人文精神 一起欢庆台湾的生日 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都还记得 最长寿的电视节目 古灯奖 优扬的节奏搭配轻快步伐 象征台湾走向自由热情 走进缤纷色彩 舞台上由HRCstudio 刚一老师带领 以R&B结合Hepop与风 展现90年代的五感风格 管乐队也加入简单的动作 与队形排列 一段音乐展现两种表演 代表着台湾不同面向 包含中重与活力 一段音乐展现两种表演 青春洋艺的学子们 排出箭头队形 众词的声波共振 做出箭层效果 为台上舞者 要让所有的观众 锁定目光 一同享受 国家庆典的祝贺 跟喜悦 感谢观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强烈的视觉感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带舞者帅机的前刀脚突翻 要震慑大家的眼球 学子们以机械舞建层排列 展现电子音波效果 搭配台上多遍的舞蹈技巧 丰富而且多层次 接着是由高难度技巧的霹雳舞常胜军 繁古艺术及Flying Space所带来的演出 舞者江人迎离上高 象征台湾将会一帷冲天 战上国际舞台 本乐队也以原型队伍为绕 搭配音乐催促 就像我们台湾人民的团结力量 舞者借由伙伴胸口脉幕前进 象征大家只要团结齐心 终将稳健踏出成功的每一步 一日舞将在2024年进入奥运殿堂 成为正规的竞赛项目 令所有人相当期待 台湾许多职业舞者们 目前也正积极地 于国际间推广一立舞 相信2024年 台湾定能在奥运发光发热 中文的音楽 hov 刚才看到的是学者们 以重拍节奏 做出自体声响的拍打 搭配同样的口号 展现台湾的气势与活力 同时现在听到的音乐 是来自部落的天籁美声 带着满满的祝福 也代表着我们都会好好的 最后的表演 是由所有舞者搭配管乐队 带来的大合舞 乐队以跳跃动作 及放射撞队形带动气氛 就让我们一起为台湾努力 为台湾加油 骄傲地对世界说 We are from Taiwan 年轻学子以色彩变化排成 国旗不样 象征对国庆典礼的诚挚祝福 台上的舞者们也在结尾时 将以对形呈现代表台湾国徽的 十二道光芒 此时此刻 我们一起为台湾生日庆贺 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我们一起为台湾的课题 来分音给予掌声鼓励 感谢我们同学们 带来精彩的舞蹈 每一个单位都为今天的表演 用心准备了好几个月 一起为中华民国庆祝生日 在这里是不是 在借用大家的双手 用最热情的掌声 感谢他们 非常的感谢台湾街舞文化推广协会 以及中部地区 十九所高中纸学校同学们的 齐心努力